哈喽,大家好,我是Ru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拉行李,印尼文字叫做Tarik Koppen 今天呢,我来了一位马来西亚的朋友 Ryan 哈喽,大家好,我是Ryan 我从马来西亚马利加来 Ryan,你来印尼多久了? 我来了大概四年了 那这四年,你觉得印尼怎么样? 我觉得印尼蛮不错的 然后,比如这里,比较多辣的辛辣的食物 跟这里,印尼很大嘛 所以很多地方可以去旅行 那食物跟马来西亚有什么不一样呢? 食物的话,马来西亚就 因为我华人嘛,所以我会吃比较多 很像,华人餐 华人餐会比较多 中餐 对,然后马来西亚的话又有印度餐 马来西亚,这里的话大多是偏 马来辛辣一点的食物 华人餐的选择就会比较少一些 比马来西亚少 对,可是这里最近还蛮开 开了蛮多的中国中餐 中餐厅 那Ryan呢,是从马来西亚过来 然后是住在雅加达的 我们都现在是在雅加达 那除了雅加达,你去过印尼哪个城市玩? 我去过像万龙啊 雅加达,还有巴厘岛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巴厘岛当然很好玩啊 如果你喜欢沙滩,你要有沙滩有沙滩 你要有森林有森林,瀑布有瀑布 火山有火山这样子 所以呢,有时间还再去 去了几次啦? 我才去过一次,在今年 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 都没什么的 没有机会到处走 Gran,那你觉得巴厘岛就是 哪里玩会值得你推荐给朋友们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那个Pintamani Pintamani在山上的? 对,山上那里有很多很漂亮的咖啡 适合网红啊 那些去拍照,打卡 然后,有空的话 你还可以下到那个山下面 火山啊,它是火山吗? 它,火山是在那个警示 就是我们在那个咖啡店 咖啡馆那边就是看到那个是火山 但是下面它有个湖 对,下面有一个湖 湖那边有一个庙 你可以去那里 然后很像 很像是捐款的 捐款入场 因为在湖旁边也有人 可以去泡温泉啊 然后,现在也很流行 去到Pintamani上面住 然后看日出 对,然后我朋友有 分享给我是一个 那个Bubble Box 它就是那种很像 Camping 就是 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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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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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那里可以住 但是就是比一般的那种Camping 会比较豪华一点 对 对 对 然后,除了那里啦 你还有什么推荐的 如果想去巴厘岛玩 还有,如果你喜欢融入巴厘岛那里的 呃 比较外国风格的 呃,外国风的 地点的话 可以去那个Blawa Beach 那里 在Changgu Changgu那边 虽然它的路比较狭窄啦 可是那里蛮多东西吃 蛮多餐馆 对 那里现在Changgu 是现在比较火的一个区 对对对 它是从 史明亚再过去一点 对 再上去一些 对 大概15分钟的路 那里现在 呃 很多游客啊 老外啊 呃 都会有人会去那边玩 酒吧啊 晚上都蛮热好的 对 那 除了那些呢 还有 啊 还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到那个 呃 吃海鲜的地方 Yinbaran Yinbaran 你可以到当地的市场 然后去买那些 鱼啊 海鲜啊 螃蟹啊 买了 自己买了 然后直接到那里附近的餐馆 叫他们帮你煮 嗯 对 然后直接在海边那里沙滩那里吃 嗯 就是在海边那边Yinbaran 就是吃海鲜的 海鲜的 所以我们自己就是去市场里买 买完 然后拿去呃 餐厅里叫人家煮给我们吃 对对对 哇 真的很好啊 也在价格也不会很贵 对 其实巴厘岛还是 呃 价格 如果你知道怎么玩 其实也不是很贵的 对 就看你要怎么玩吧 就 酒店的话也有一般便宜的 到很贵的都有 对对对 对看你越租的越租就可以去到很便宜呀 嗯 嗯 这样你要看那种 额 很 Hostel 嗯 Hostel的话就会很便宜呀 看你怎么玩吧 对 如果你要很豪华的话 你就可以住那些五星期的酒店 对 要便宜一点的 住住住宅 然后会骑摩托车 摩托车 那就可以住摩托车 那你交通会有一点 糟糕 有一点塞车 所以你骑摩托车的话 会比较非常方便 因为巴厘岛的路它很小 然后游客很多了嘛 然后池子比较多 所以就是会比较堵车 所以可以骑摩托车的朋友们 那是最好的 就很方便又很省钱 Ren 你刚才说了 除了巴厘岛 你还去了万龙还有 Bunjak Bunjak那边的话 那你觉得有什么好玩的 Bunjak的话就是 那个动物园 动物园他们叫Safari Safari就是可以开车进去 自己开车 从头走到尾 然后中间可以停下来 然后还可以上去看熊猫 所以跟其他国家的可能 那里的动物园有点不一样 转很大 我去过的东西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可以猜着吃 就是在里面转 对 可以直接看到动物 不用走路的 老虎也好多只 10多20只 那里印象给你有不一样的印象吗 对 那里就让我大开软件 动物园原来可以那么好玩 因为比起马来西亚的话 马来西亚的动物园就很小 然后又长臭 而且全部都是要步行的 对 这里 那个时候你去的话是中午去的还是晚上的 中午去到晚上 他晚上就是另外一个入门票了 对 晚上有night safari 对 我是去中午的 嗯 好 然后那里也是有的 有的住 有的过夜的 对 在动物园里面 他有那个酒店 嗯 是 但是其实在他动物园周围那边都有酒店的 因为 像我们就在雅加达 有时候周末很多人都会跑到那边去 放松一下 因为那边的天气比较凉 对 所以那里还是挺不错的 大概二十多度吧 嗯 对 四十多度 所以天气比较好 嗯 那除了崩潮 那你去了万龙 万龙 万龙 你觉得有什么好玩的 万龙的话就吃的会比较多 还有去那个茶园 对 你也去茶园 对 茶园的话我之前的视频也有拍过 茶园真的很不错 特别 那里也是挺冷的 因为它的茶园是在山上 然后如果说是下雨啊 还是什么 呃 天气的话 它也是比较冷 然后可能就坐在路边那边的话 可以呃 吃泡面啊 烤玉米啊 这种啊 都很不错的感觉 可能在我们在城市里很不一样 对对对 然后万龙的话 嗯 它有很多美食 嗯 对对 呃 上次我有去吃一家 它的叫什么啦 它是吃孙大富的 啊 班达王尼 啊 班达王尼啊 对对对对 那里很有名 一家万龙很有名 真的一家 呃 它有好几家分行 所以呃 也真的去 但是像如果吃想吃很多的话 就去它的那个夜市 是 里班达 索迪曼那边 对 索迪曼跟吉巴达那边 那里是很不错 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那个 Floatting Market 哦 Floatting Market 你也去了 嗯 OK 所以你也 可是那个要付陆产卷 对 但是 但是 很好了 很便宜 对对 其实在 呃 印尼这边 如果是那种旅游景点的话 几乎 呃 门票都是 也不会说很贵 对对对对 对 找瓦岛的话 其实都很好玩的 朋友们如果有时间 也可以真的 可以来 看看 还有就是这里的那个 帮佣跟保姆好便宜哦 在这 自从我来到这里过后 我都好少做家务 对 的确在这里的保姆 真的很便宜 然后 可以帮你打扫 家里真的干净了 全部东西都可以做 然后 嗯 我们就变蓝了 对吧 对变蓝了 可是 在做生意上面来说 是对我们一个 很好的帮助啦 可以让我们更加 啊 focus 专注的去做我们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用打扫 卫生什么的就 时间就多了 对对 我们就可以 很多时间就是 比较有多的时间 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对 Ryan 那你跟印尼当地人是怎么沟通的 呃 因为我在这里四年了嘛 然后加上我是马来西亚人 嗯 多少会一点点啊 可是我马来文不是很好 OK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用马来西亚式的马来语 加上英文来沟通 嗯 过后到了过后两年的话就比较 我就比较听得懂了这里的 因为这里印尼语的话比起马来西亚语 马来文 嗯 的话会比较好学比较容易比较简单 嗯 然后过了两年过后 我说的话就可以开始慢慢说了 然后到现在 呃 我中间还会夹杂一些那些英语啦 可是都啊 大致上了解他们在说什么 所以沟通上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对对 嗯 那是就是很好 因为主要我们出国 特别在国外住的话生活 就是语言是很重要的 你沟通上没有问题 那你生活就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对 只要你去去外面买东西啊 嗯 那些你都会沟通就没问题了 啊 对 Brian 那你觉得呃 印尼的交通怎么样 哇 印尼的交通 有一点点的糟糕 嗯 啊 因为当 虽然 距离很短 但是你要花的时间很长 因为这里可能是 因为很多乡村的人啊 他们过来啊 在 他们开摩托啊 可能会突然间人这样的冲出来啊 嗯 这样子 所以大家开的那个食宿都很慢 啊 对 对 因为 吃是很多 嗯 对 特别是在上下班的时候 摩托也好多 很多 可以跟 跟越南有的比 OK 啊 印尼的摩托真的跟越南可以比 对 然后除了这个呢 那呃 生活费呢 生活费的话 因为可能是大城市的关系 所以这里的生活费可能会偏高一些 嗯 在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中间纸 嗯 对 雅加达 对 雅加达生活费其实也在义米因为是首都 所以是最高的 比其他的地方吧 如果说旅游的话 巴厘岛因为是一个旅游景点嘛 圣地嘛 所以呃 很多游客都会去 所以那里也是高的 但是如果相对跟其他城市来比 呃 雅加达是很高 但是其他城市的呃 生活费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 对对对 如果你比起其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 哎 比起来的话这里还蛮算还中间纸吧 嗯 因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生活费就会比较呃便宜啊 只是大家能说啊 中文的没有那么多啊 对 因为不是所有华人在印尼都会说中文 对 嗯 而且从他们的名字上面来也分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华人啊 啊 对 那雷安除了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呃 如果对想要来印尼玩的朋友们有什么建议呢 呃 建议的话呃 要提早出门 因为这里的路况有一点塞车 嗯 所以你要尽早出门 然后第二样的话就是呃 要能吃的辣 对 这里因为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呃 吃的吃他们的辣椒有被吓到 哇这里的辣椒这么这么特别辣的 对对 因为每个在印尼呃 呃每个城市的辣椒他们的辣度不一样 所以呃 呃喜欢吃辣的朋友们也可以试一下 啊不喜欢吃辣的或者是能吃一点点辣的东西呃 也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但是不要一次吃很多 对对对对对 可以试一下先 然后第三样的话就是 这里的那个外卖平台很好用 全部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来寄 然后而且很快送到 比如说 GoJek 他们有GoFood 然后Graph Graph ShoppyFood 对很多 然后有很多直扣 打直 然后真的 又很快 所以我们在家里都可以吃到 我们想吃的东西了 对 朋友们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平安 快乐 拜拜 拜拜